邱淑珍的大女儿沈月亮相香港豪门聚会 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沈月是邱淑珍跟沈家伟最大的女儿 也是她们最漂亮的女儿 强催了一波美火 近年来随着沈月年龄的增长 她的曝光率越来越高 各种酒会参加的也越来越近 沈月长得跟年轻的邱淑珍确实是非常像 不过很多人觉得她不够母亲邱淑珍 年轻时那么漂亮 但是沈月其实长得还要更好看一些 因为沈月的脸型接近于父亲更加圆润 邱淑珍的长相太过于俏皮 这也是邱淑珍不如同年代的关志玲 钟楚红等人的地方 邱淑珍的优势是有着可爱的长相 却有着魔鬼的身材 她当年在《赌神2》里的经验亮相 让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沈月今年才20岁出头 这次她是作为嘉宾出席 而她也是特意盛装打扮 当天她穿着一袭白色礼服亮相 还戴着不算珠宝 不仅仅青春亮丽 而且十分的珠光宝气 贵气十足 这次邀请沈月参加豪门聚会的人 也是大友来头 她是香港千亿富豪郑志刚了 郑志刚是珠宝大王郑玉彤的孙子 郑玉彤去世之后 郑志刚就继承了郑家的产业 郑志刚旗下的K11商场 常常举办各种时尚名媛的聚会 之前笔干何超雄等人都曾先后参加过 这次郑志刚邀请沈月参加 也是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邱书真频繁让沈月参加这些活动 显然也是为了她嫁入豪门铺路了 沈月长相漂亮 而且也被父母培养的非常好 斯文得体也几乎没有绯闻 可以说沈月就是顶级豪门未来的儿媳妇 问题就是会嫁入某一家豪门而已 沈月现在也在当兼职模特 可是邱书真并不鼓励沈月进入娱乐圈 众所周知 娱乐圈的水太深 潜规则的事太多 女一人在娱乐圈极可能逃不到任何便宜 而且还可能便宜了很多制片人和导演 再者 香港娱乐圈发展已经大不如前了 另外一点顶级富豪最忌讳取女明星入门 沈月已经有足够的名气了 她不需要走许子奇的路子 许子奇进入娱乐圈就是为了增加曝光度 从而达到加入豪门的目标 其实沈月现在加入豪门也是家族需要 因为她的父亲 沈家伟这几年生意并不好 沈家伟在香港也是白手起家 原本是一个只有中学学历的普通男人 毕业后进入银行 成为一名普通职员 1998年 离开银行的她开了一家服装店 名叫做Greenpeace 靠卖Dear Martens的靴子和Lips的裤子赚了第一桶金 那会儿不像现在 只要上网什么都能知道 什么都能买到 在那个可口可乐还是西韩物的年代 国内的服饰品牌和服饰样式都比较单一 但是不管什么时候 对美的时尚的追求是不变的 沈家伟正式看到了市场的这个缺口 靠卖水货赚到了第一桶金 后来又相继代理了多个欧美时尚品牌 生意也是越做越大 越做越红火 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出名后的Greenpeace 就被和她名字一模一样的国际环保团体 绿色和平盯上了 指控沈家伟的Greenpeace 盗用他们的名称 最后沈家伟不得不把自家品牌Greenpeace 改成Income Team 简称IT意为赚钱的团队 哈哈哈哈 原来IT不是互联网的IT 也不是外星人的IT 而是劳资就是想赚钱 这么明明白白 简单直接 突然觉得有点可爱哦 改名后 沈家伟在原来的基础上 又引进了很多日韩品牌 总之靠多品牌授权和自由品牌 IT迅速获展成长 发展的顺风顺水 并在2005年3月实现了在香港上市 而沈家伟呢 也靠着IT从一个普通银行职员 变成成为身价十几亿的富商 还取到了香港所有男人的欲望 邱淑珍 IT还借着邱淑珍的关系 邀请到毫无设计经验的张曼玉 单任设计师 凭借自身热度 令品牌知名度大增 公司鼎盛时期 邱淑珍的身价也随之大涨 一度达到了20亿港币 为当年拿出自己全部身家做抵押 帮助IT上市 博出了令所有人惊喜的结果 被称作香港首席旺夫女星 那时候沈家伟在香港有一位立体车户 里面存放了他的私人购买的收藏的50多台豪车 不过大家注意一下 沈家伟生意红火的时代背景 相信比较闭塞和经营策略多品牌授权 说的粗暴点就是我想追潮流买潮牌 但是我又不知道什么是潮牌 知道可能也买不到 IT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互联网时代 只要荷包允许 猫宝猫猫 海淘 带草 能够帮你买到所有的东西 所以啊 IT以前的优势放在现在来看 并不算强势 除此之外 他家的衣服主要针对的是喜欢时尚的年轻人 但说实在话 即便是价格亲民的小IT 大IT主打高端 小IT主打亲民 大部分年轻人也负担不起 网上很多小伙伴吐槽他家衣服性价比不高 说进去一趟 钱包一夜回到解放前 当然 上面的原因只能让IT在市场上的优势没那么明显 但今年疫情对香港的零售业影响很大 之前有媒体报道 说香港的LV Prada等奢侈品店纷纷撤店 而之前一位IT员工在接受某杂志访问时 表示IT在香港的销售额有70%来自自由行的大陆游客 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 IT很难幸免于难 当年的潮流风向标有多受人追捧 现在的低迷就有多令人唏嘘 集团被迫退市 现在已经被私有化了 而且公司连续几年亏损 不过退市并不代表下线门店全部关闭 沈家伟的控股公司都表示 将谋求商业模式的创新 寻找新的增长机会 比如在门店加入时尚 餐饮家居等生活方式的全品类商品 并且在部分内地门店 引入韩国美妆品牌3CE 看明白了吧 为啥沈月这半年都在韩国混 从贤与野鹤到千金 到积极营业的网红 参加第二韩国大秀 咽压一众大花中花小花 其实就是在混影响力 为家族生意的新版图 开疆拓土 当年IT集团崛起 也跟邱淑珍有很大关系 那个时候邱淑珍正是走红的时候 却吸引嫁给了沈家伟 等于说邱淑珍也成为了一个免费的代言人 如今邱淑珍也老了 影响力也不在 再加上时代变迁 公司自然也就衰败下去 沈月如今长大了 之前有消息说她要在韩国当练习生 不过她之后否认了 其实沈月只需要好好读书学习 完成学业 之后等待她的肯定是豪门媳妇了 问题是哪一个豪门而已 只可惜时间不等人 最近频繁传出沈家伟让沈月停止升学 尽快捞金还债的消息 颇有点无价有女出长成 代价而估的感觉 那么这位卖女儿的消息是否有可能呢 其实近日结合沈月的种种动向就不难发现 这种可能性相当高 之前邱淑珍带着女儿沈月参加伦敦名门舞会 沈月在这次舞会上非常风光 而且存在感十足 沈月还多次成为杂志的封面人物 媒体认为 论外形 沈月确实有当年邱淑珍的风范 所以即便沈月出道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现在沈月也非常热衷于经营自己的社交平台 她经常在网上发布自拍照 期间还和粉丝互动 有网友还直接学问过沈月将来是不是要出道当明星 沈月随即表示想要尝试 但一切顺其自然不强求 其实沈月背后有邱淑珍和沈家伟声要 想要出道并没有什么困难 只不过如今看沈月如果出道 动机就不只是为了实现梦想那么简单了 因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媒体就一直在报道沈家伟事业崩盘的消息 这些报道不仅给沈家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也引发了很多负面影响 所以即便是掌上明珠的沈月 也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真实的世界了 早在年初就有消息指出沈家伟的公司 经营出现了问题 而且已经面临破产危机 随后媒体传出沈家伟名下的时装国王 在短期内开始大财源 财源人数多达300人 后来又制定了无薪价计划 通过这些动向来看 沈家伟的商业王国确实出现了重大危机 不过通过这些举措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 因为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 可是却让沈家伟备受争议 很多从公司离职的员工 对媒体说了不少负面评价 认为沈家伟在困难时期 做出这样的举措 冷酷无情 实际上早在疫情爆发之前 有消息传出沈家伟的事业 已经大不入前 她还取消了很多员工福利 以此节省开支 可见公司的经营状态确实不好 在遭到疫情冲击之后 经营状态变得更差 所以现在沈家伟早已焦头烂额 这时候把女儿推出来 也并非不可能 沈家伟在香港始终算不上 是真正的顶级富豪 如果沈月可以嫁给一个顶级豪门 也可以帮助父亲的生意 其实像沈月这样的女孩子 普通的男孩子也追不起 因为大家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顶级豪门人家看不上她 中层的嘛 互相嫌弃谁也看不上谁 谁会出来借盘她父亲的巨债呢 上人逐利 爱情什么的不值一提 当年何超雄和陈百强 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最重要的是对沈月来说 现在香港豪门后代中 年轻优秀的越来越少 这可是一个大麻烦